大家好 我來自三藩市環保局 我今天在這裏和大家分享一個訊息 就是採取簡單的行動 就可以改善室內的空氣質量 和擁有一個健康的家居生活 我們都有權擁有一個健康的家庭 我們的家庭成員都有權擁有健康的身體 很多住在三藩市不同社區的居民 都面臨空氣質量差的問題 空氣質量不好 容易導致敲喘 我們無法控制城市交通所帶來的室外空氣污染 例如街道和高速公路 我們同樣無法控制工業所產生的空氣污染 但我們家是我們可以控制的 使自己更健康的地方 你知不知道 普通人將90%的時間都花在室內 你又知不知道 有些家裡的室內空氣污染濃度 比室外還要高2到5倍 今天我們就來探討一下室內空氣污染 以及我們可以採取些什麼具體的措施 使到我們的家居生活更健康 請大家試上一下 什麼會污染我們家裡的空氣呢 我們就先講一下 怎樣去找出室內空氣污染源 室內空氣污染源 之一就是陳滿 陳滿是我們肉眼所看不到的小小小小小 他們靠吃塵埃和生長在潮濕的空氣環境裡 就像我們所居住的三藩市 因為經常有龍毛的原因 所以空氣比較潮濕 有時候家裡還會有發毛的現象 那些毛在屋內生長 並且污染室內空氣 有些毛甚至會非常危險 如果不及時清除 就會造成嚴重的健康問題 接下來就是蟑螂、螞蟻和老鼠 這些都是我們常見的害蟲 他們不單止令人討厭 他們的糞便和屍體 還會成為空氣裡的塵埃的一部分 藉著我們的呼吸來進入我們的身體 很多我們使用的家庭產品 也是對我們的身體有害的 好像我們使用的髮膠和控爐噴劑等 這些類型的氣溶膠噴劑 會形成有毒化學物質的細毛 污染我們的室內空氣 並且藉著我們的正常呼吸進入我們的肺部 薩蟲劑含有微小的農藥細毛 當我們在家裡使用的時候 我們會不自覺吸入 請問你有沒有使用漂白劑 又或者安水 又或者兩樣同時使用來清潔你的家裡呢 至於漂白劑 安水 玻璃清潔劑 都是我們最常用的家庭清潔用品 但這些都不是什麼健康產品 是可以避免使用的 無論什麼情況之下 都不要將漂白劑和安水混合使用 因為會產生有毒氣體 請問有沒有人在家裡使用空氣清潔劑呢 空氣清潔劑通常包含著多種有刺激性化學物質 那這些化學物質的組合是用來產生我們所熟悉的氣味 如果你看到 油香精這個詞 又或者在產品標籤上面 有健康警告的字眼 例如小心 又或者注意 那這個產品就可能含有危害你健康的化學物質 如果沒有適當的通風 我們煮食時所產生的煙霧 也是室內空氣污染的一個來源 好了 我們剛才講過的塵門 毛 害蟲 氣溶膠噴劑 和有毒的家庭產品 都會誘發酵喘病患者的症狀 那在某些情況之下 甚至會導致從未有酵喘的人 都會誘發類似的症狀 身處於被污染了的室內環境 可能會導致一些症狀 例如咳嗽 或者流眼淚 你可能突發性地出現呼吸困難 又或者發出氣管收窄時的撕喘聲音 甚至你會感到空悶作呕 雖然大多數時候 你都不會有齊上述所有的症狀 但只要你有其中的一種 那就是一個警告提醒 需要改善室內的空氣質量 如果長期處於室內污染源 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健康問題 例如呼吸道疾病和心臟病 所以改善室內的空氣質量 對保護你和你家人的健康是至關重要的 好消息就是 我今天將和大家分享幾個簡單的方法 你今天就可以回家試下 為你家的空氣質量帶來一個大的改變 首先是保持家裡的乾燥 毛很容易在潮濕的地方生長 確保家裡的涼爽乾燥 要經常去抹消家裡潮濕的地方 提醒自己要經常打開窗門 讓新鮮空氣在家裡流通 這個方法既簡單又可以使你家裡變得乾燥 清除家裡的雜物 這個既簡單又有效的方法 因為害蟲好像蟑螂和老鼠 很喜歡躲在雜物裏做鬥 他們最喜歡就是乾淨的紙和盒子 定期保持地板和櫃桌清潔 消除植物殘渣並抹去油漬 以免吸引害蟲 盡可能選擇無香料添加劑的產品 請記住 強烈的氣味會引起烤喘 或者其他身體不適的反應 最後請避免使用含有安 漂白劑 或者濃香的清潔劑 有個好消息給大家的就是 有更安全的產品和替代品 可以保持你家裡的清潔 和保障你的健康 例如檸檬 你知不知道 天然的檸檬汁 在沒有人造化學物的情況下 或你的家裡帶來清新的氣味 它還可以減少油漬 在家裡抹塵的時候 我們可以使用超細纖維布 這種布可以重覆使用 並且有靜電吸塵作用 從而減少我們對化工產品的依賴 好像當我們清潔玻璃鏡面的時候 就可以用水和超細纖維布 來代替玻璃清潔劑 小蘇打 又有人叫除仔粉 可以用作水槽清潔劑 除臭劑 如果加上小刷刷 還可以清除我們衣服上面 手肘部位的油漬 和我們家裡肉乾的鹼漬 洗碗用的洗潔精 不單可以用來洗碗 還有很多其他不同的用途 而最普通沒有味的洗潔精 就是最安全和最好 所以我們購買的時候 要選擇那些沒有加香精的產品 而不是有香味的洗潔精 洗潔精加溫水的溶液 可以用於多種的用途 就如殺死螞蟻和蟑螂 清除岩物表面上的毛 還起到殺菌的功效 洗潔精加水就是最佳的殺菌配方 請記得 當我們清除污垢的同時 也將黏附在污垢上面的細菌清除了 所以無需在家裡使用漂白劑 又或者其他昂貴的消毒劑 如果你認為有必要使用消毒劑的話 就請選擇含有個氧化氫的產品 不要成為綠色洗腦的實害者 所謂的綠色洗滴 只是一些公司的市場營銷手段 用來向顧客推銷他們的所謂綠色或天然產品 他們甚至將產品和包裝都造成綠色 使得看起來好像好環保 其實就可以有其表 那我們怎樣去分辨呢 請注意標籤 在貨物那裡 你會經常見到有些 比如說危險有毒 警告這樣的詞彙或圖片 請問可以信任的標籤和資源 就如更安全的選擇 和EWG認證的標籤 Safe Choice的標籤 是指該產品符合美國環保署的安全產品標準 而EW Verify的標籤 是專門用於個人護理和家居清潔的產品 是指該產品符合美國環境工作組織的嚴格標準 不含EWG嚴禁的化學物質 害蟲是室內空氣污染的重要來源 亦是烤喘病的誘因之一 但這個是可以避免的 請大家避免使用噴射式的殺蟲劑 或是室內煙霧散發式的殺蟲劑 噴射式的殺蟲劑通常用於螞蟻和蟑螂 室內煙霧散發式的殺蟲劑通常用於狗塞或臭蟲 當我們在室內使用的時候 以上產品所噴發的在空氣中的有毒細霧 就會落在家屍和其他物品的表面上 然後又會藉著我們的呼吸道進入我們的肺部 殺蟲劑似乎能殺死出現在我們眼前的害蟲 但其實他們卻殺不死那些躲藏的害蟲 所以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 請勿洗龍老鼠藥 這些老鼠藥是有些有毒的咖粒 那些有毒咖粒很容易會洗到小孩 寵物或者野生動物致病甚至死亡 殺蟲粉筆是一種含有非發農藥的產品 如果小孩用來當作普通粉筆來玩 而無以忠地放入口裏便會危及身體健康 這種粉筆同樣對寵物和野生動物具有危害性 那怎樣才可以不使用有毒的化學產品又能控制害蟲呢? 最重要的步驟就是預防 請記住四個要點 食物、水、藏身地方和出入點 所有害蟲都需要食物 只要他們知道你家裏能夠找到食物 他們就一定會來光顧 將所有食物放入蜜蜂的容器裏面 包括墨片和餅乾等乾糧 那些害蟲最喜歡在開放式的垃圾桶 又或者垃圾袋裏面找食物 所以我們要定期將屋內的回收品 隨餘和垃圾拿去屋外的垃圾桶 我們的食物殘渣是比較容易吸引烏鷹的 那些烏鷹的蛋在短短三日之內就可以枯化 所以我們要定期將室內的食物殘渣拿出屋外的 所有害蟲都需要水的 請檢查冰箱等電器 看看有沒有冷氣水流出來的 如果有的話就要修理 我們還要留意一下看看有沒有害蟲 由我們家裏的門裏出入 如果有的話就要加個門裙 來盜絕害蟲進入屋內的機會 害蟲會用盡方法進入屋內 你可能會看到類似這張相片的痕跡 在這種情況下 將個插座蓋就會有所幫助 檢查並封閉所有害蟲 可以進入你家裏的洞洞洞洞 用蜜蜂膠蜜蜂所有裂縫 因為即使最小的開口 都會成為螞蟻和蟑螂的出入點 水管穿過牆壁的空間 對我們來說這個空間好像很小 但是對於老鼠、蟑螂和螞蟻來說 就足以使牠們能進入你家裏 我們可以用適合水管尺寸的鋼圈 來封住這些長洞 你可以去五金店買到這種鎖眼蓋板 如果你已經揭進所能 防止害蟲進入你家裏 但是如果已經有害蟲是已經在你家裏 那怎麼辦呢? 捉老鼠的傳統辦法 就是使用暴鼠器 小心放置暴鼠器 將牠們放在老鼠經常出入的牆角 並且要將牠們放置在遠離兒童和寵物的地方 如果有烏鷹的困擾怎麼辦呢? 使用老式的烏鷹棒 又經濟實用 又不需要擔心化學產品導致的健康問題 你還可以使用放置烏鷹膠帶 烏鷹膠帶有黏性 烏鷹無法逃脫 但是要記住這些工具 不可以徹底解決烏鷹的問題 你必須要找出吸引烏鷹的食物來源 並且將之清除 使用較安全的殺蟲劑 是最後的辦法 蟻藥和蟑螂藥都比較安全 又能夠有效殺死螞蟻和蟑螂 螞蟻和蟑螂吃了藥之後 能夠仍然存活一段時間 將殺蟲藥帶回牠們的鬥才死 其他生的蟻和蟑螂就會吃牠們的屍體並被毒死 這些殺蟲藥含有微量毒性 相對依然是比較安全 但是仍然需要放置在寵物 或者小孩不輕易接觸到的地方 我們已經討論了更安全的清潔和蟑螂控制的方法 現在我們來討論如何處理家裡 舊的和不想要的有毒的家用產品 因為這些物品不能放在任何垃圾桶裡 你可以致電415-330-1405的居民有毒產品搜集計畫 每個家庭每年均可享有兩次免費的服務 又或者你可以自己帶在家裡有毒的家用產品 去家用危險廢製物品處理站免費丟棄 每次的總量不能超過15加侖 地點位於501 Turner Avenue 營業時間是星期四、五、六、早上8點到下午4點 必須攜帶三藩市居民證件 你也可以使用駕駛證、水電費單 或者報稅收據 現在你已經學會什麼簡單行動 就可以減少室內空氣污染 同時保持家居的清潔 和你的健康 我們需要你的幫助 去和你的鄰居分享你學到的知識 因為我們都應該享有一個健康的家庭 我們都有權保護我們家人的健康 如果大家在這裡還有什麼問題 又或者是需要幫助的話 請致電三藩市環保局中文服務 我的名字叫Jan 是我姓何的 我的電話是415-355-3718 我的電郵是Jan J-I-A-N dot He H-E at S-F-G-O-V dot O-R-G 又或者致電給我的同事 講英文的S-I-A-N dot He H-E at S-F-G-O-V dot O-R-G 多謝大家寶貴的時間 並祝願你和你的家人健康快樂 謝謝大家